大便 便比較細出血 鮮血有黏液的 混著鮮紅色的血液 其實初期的腸癌 不一定會有症狀 尤其是在比較近端的大腸 那一般來說 我們說腸癌的症狀有分為說 右側的大腸 譬如說深結腸 或是左側大腸 比較遠端 像胰狀結腸 直腸等等 其他的症狀不完全一樣 像右側大腸的大腸癌 可能比較常出現的是一些 拼血啊 右撲痛 或是拉肚子 體重減輕等等 那比較嚴重 可能摸到腫塊等等的狀況 那左側大腸比較容易 因為它比較遠端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甚至直腸裡腸結腸 有一些大便 便比較細 或是說出血 鮮血或是有黏液的 或者鮮紅色的血液 或是有些抵疾厚重 就是我一直很想解便 可是都解不出來的狀況 所以其實 近端大腸跟遠端 大腸它的症狀 不完全一樣 當然這些都是可以 作為我們警覺 有說腸道健康性是出現一些問題的狀況 對 沒有辦法直接由說症狀來推論說我就是第幾期 因為第幾期如果轉移到肝臟不一定會有症狀 其實現在啦就是說 如果說你是一般的族群 就是家裡沒有腸癌的病行的族群 會建議說其實國健主已經有在50到74歲這個族群 每兩年一次 那會有一個免疫法的大便前血的篩檢 那如果前血陽性的病人的話 大概會有30到40%百分比有息肉 那4到5%百分比是有癌症的 所以如果你一旦做這個篩檢 那是陽性的狀況的話 就會建議說一定要做大腸鏡 讓好好找一下有沒有息肉 甚至是腫瘤的可能性 那這個情況的話 經由篩檢發現的這個大腸癌 其實還沒有症狀嘛 通常是早期的 或是說只是癌前病變就是息肉等等 就可以用內飾鏡切除 比較不會有轉移啊 甚至是說需要整個腸道切除去手術的風險 所以其實在這個篩檢年齡層的病人 我們都會建議說去做一下這個 分辨前血的篩檢 那如果陽性就是做大腸鏡 那假設有一些高風險 比如說你自己是喜歡 習慣性就是高有低先飲食 或是說家裡已經有大長來的家族是個病人 當然就會建議早一點 或是說在可能三四十歲的時候 就可以去考慮去做健康檢查 那做大腸鏡 那了解自己的腸道狀況 如果說其實腸道裡面是有息肉的 當然就是要定期追蹤 那如果說家裡有很明顯的大腸癌的病史的病人 當然也是要定期做追蹤 就是跟這些一般篩檢族群 就是又是不一樣 所以其實每個人都是經由這樣的篩檢 或是大腸鏡的檢查 其實是可以早期發現一些 不用手術切除 那時間就可以處理的狀況 家族時的話會建議可能在最年輕 比如說我們家是可能四十歲就有人發病 那你可能在那十年之前 比如說三十歲 你就做一次大腸的鏡檢 但假設完全正常 可能五年到十年再做追蹤 那假設有息肉 會看息肉的數量而定 那醫師會跟你建議說 比如說你現在有一兩顆息肉 那可能兩到三年以後 要再做一下這個大腸鏡的檢查 這樣子 要看第一次做的這個腸鏡結果 判定說接下來的追蹤的這個時間間隔 會是多久這樣子 所以每個人的狀況會不太一樣 其實如果說沒有到遠端轉移 可以用手術切除的話 基本上其實治癒率當然是 其實還不低耶 就是要定期追蹤啦 不過你說治癒率其實也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就是說要看手術切下來的這個 正式的這個病理分歧 那到底有沒有淋巴轉移 當然有淋巴轉移跟沒有淋巴轉移 比起來這個風險性 其實之後再復發的風險 其實會跟沒有淋巴轉移的比起來 還是會高許多 但是沒有遠端轉移的話 當然就是 因為遠端轉移就是第四期嘛 所以沒有遠端轉移的話 基本上 當然 復發率等等還是比較低啦 對 那就是會看最後的病理分歧的決定說 要不要接受術後的化學治療等等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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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